语音先到这儿 在语法当中 我们第一条要学习形容词的硬和软变化 原来我们说过硬变化和软变化 变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因为形容词有单数六种变化 复数六种变化 跟硬软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怎么记形容词它属于硬变化呢 首先我们来看 硬变化有一个通用规则 老师在题版里列出来了 有a1 a1 o1 a1 仔细看老师列的词尾 第一个字母 大家看第一个字母分解以后的因素里面 有没有e的音 来咱们一起再试一下 阳性词尾形容词 a1 是不是a里头没有e的音 再来看a1的a也没有 o更没有 后面复数a还是没有 那我们就知道 这就属于硬变化典型的代表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词 新的怎么说 好我们把形容词 阴性阳性中性负数 它的第一格全部念一遍 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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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看右边 这个年轻的 年轻的人 年轻的姑娘 那么年轻的 它也属于硬变化 可能同学们会很细心 发现有一点和左边的不一样 那就是oi这个形式 咱们找到阳性 凭着看 maladoi 为什么会变成o呢 因为它重音在词尾了 它就念成oi 我们再把它分解 oi的o里面有没有i的音 没有吧 所以它还属于硬变化 于是它的音形又还原了 和novae一样了 maladae novae maladoe novae maladee novae 是不是一样的了 好 硬变化完整的体系 大家清楚了吧 那我给大家一个词 快速变一下 stari stari st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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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我们就该看 硬变化还有哪些特殊形式 咱们的记住 当遇到词尾前面有g k k k 来 再来记一下这三个字母 gk 这时候加词尾 它还属于音变化 来我们看伟大的 我们知道伟大的祖国 villigaya rogina 好 villigi 为什么变成红色 老师提出来的是i e呢 而不是ae 你说i e的第一个字母分解出来 就是有e的音 因为gk 不能够和这个a来评 所以它要变一个字母 放进去 变成i 好 villigi villigaya villigaya 到了a这儿又不能拼了 变成villigi 特殊的咱们叫特殊计 再来看巴黎说i 巴黎说i这个词 它又属于音变化 为什么它还属于音变化 我们看oi 既然老师刚才说了 maladoy是音变化 巴黎说i为什么是音变化 它虽然是有这个词尾是oi 但是它前面是日 去 是 这几个字母 加上词尾的重音 它还属于音变化 那么你说怎么证明它是音变化 来看音性形式 a 中性形式 o 也 复数由于 各科和日期实习都不能和a 品 于是 它加了i 替换 这样下来 我们记住两个形容词 一个是villigi 一个是balshoi 它都是音变化形式 davai zem vesebara chitem balshoi balshaya balshoi balshaya balshaya 好 特殊的咱们就需要多练习 大家难点就是 形容词的阳性知道 后面阴性该怎么写 不清楚 中性 复数 有时候会忘 那我们根据这个题板呢 来自己慢慢琢磨 做多练习 对大家以后记住 音变化 是非常有好处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软变化的典型形式 软变化 结尾 我们需要背一背了 刚才是 a i a ya o i i 现在我们来看看 软变化变成了 i i 呀呀 耶 耶 好 那我们也是分解 最后两个词位的 第一个字母 有没有i的音 i i 肯定有 i ya i ya i ya 是由i i a 分解 相拼而来的 好 那么 i ya 就构成了 ya 里面有i 耶 耶的 耶 里面有 i e 相拼的 那么是 i 有 i ya i 更不用说了 所以它是软变化 那我们记住 蓝色的 蓝色的 怎么说 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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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sini的形容词 给大家一个词组试着变一下吧 蓝色的大海 怎么说 sini more 这是形容词典型的软变化形式 我们再练一个sini中学的中等的这个词 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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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右边 rch sh sh 如果后面加了非词尾的重音 刚才我们学了一个大的巴黎朔语 它的重音是在后面 而前面有rch sini 这时候我是作为硬变化的 那如果我把巴黎朔语的重音移到了词杆上 它就成软变化 最典型的是好的的形容词 副词的好 我们经常表扬大家 harashou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而变成形容词呢 是haroshi 好 那我们就按形容词的软变化来变吧 haroshi harosh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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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只有一个特殊点 就是音信的 它怎么变成了aya 而不是aya了呢 因为 不能和aya you 相拼 它拼的时候 要变成 这种相拼的规则 具体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看第四课的内容 再复习一下 就想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新鲜的这个词 sveji 好 sveji又是软变化 因为 在形容词词尾上 这里凸显的是 而重音又没有再词尾 于是按软变化走一遍 sv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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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是音信 这个地方的ya 变成了a 原因 老师就不再重复了 这下大家记住了吧 形容词硬变化和软变化的区别 那对形容词怎么提问呢 咱们前面都知道 对某一个词要提问 就要用它一个有代表性的疑问词来问 那么这个词叫gagoi 它的阳性形式是gagoi 阴性gagaya 中性gagoye 复数gagie 那么仔细看 它属于什么变化 硬变化 硬变化 还是软变化 对了 gagyesh呢 当然是硬变化 只有在最后一个复数的形式时 k不能和ap 于是变成了gagie 那老师随机来问几个问题 大家来快速回答 咱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今天 今天 –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сегодня – пятница какое это фото это красивое фото какие это дети это очень милые дети 好 那么右边还有一些词 可以供大家继续练习 有 завтрак Deutsch лета стихи 注意啊 它们的姓 术的区别 好,我们来看一下 常诚的说法 великая гидайская стена 那我要问 这是什么样的 常诚 гагая стена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词组 新鲜的水果 老师给的是复数形式 那么这个复数呢 是 свежие fructe 提问的时候说 гагие fructe 好,左右来对比 大家看形容词是哪个 左边是великая 右边是 свежие 两个进行对比 哪个是硬变化 哪个是软变化呢 左边是硬变化 右边是我们说典型的软变化 到这儿 咱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语法提问了 那我们对疑问词进行一个小结 当对一个名词提问的时候 或者是动物名词或非动物名词提问时 我们经常用 кто或 что 那什么情况下用 кто呢 动物名词的时候 咱们用 кто кто эт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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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изнесмен 那么对动物提问用什么呢 中国人对动物提问是用这是什么 而俄罗斯人对动物提问要说这是谁 кто это это утка 接着我们对非动物名词来提问 что это это его ее их сок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学的疑问词 какие это цветы 回答 это красные цветы или это белые цветы 好 我们对这一小结做一个总结 我们今天呢 学了фанетика里面的语音连锥 发音 还有两词交界浊化 наш брат 到底诗应该怎么读 要读浊音日 我们还学习了语法 形容词 硬软 变化 同时还补充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如何提问的一些方式 так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егодня вы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ете молодцы спасибо за работу пока